它的適應症是用於體重控制 作為低熱量飲食 或者是增加體能活動之外的補助療法 如果你已經吃的比較少了 進行低熱量飲食 並且有增加你的運動量 但是仍然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體重控制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個藥品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補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藥師陳宜安 減重是很多人畢生的目標 從中醫調養到細醫服藥 甚至是透過手術取出脂肪 市面上減重的方式有很多 其中減重比就是一個號稱能控制體重的療程 但是這個比到底是什麼比 又有什麼成分可以幫助控制體重呢? 今天宜安藥師就要來跟大家聊聊其中的奧秘 快來跟著美麗製一起看下去吧! 它的成分呢,我們叫做類生糖素生態 簡稱GLP-1 當你吃東西之後 開始覺得有點飽 吃不下了 這個是GLP-1給大腦的一個訊號 讓你增加飽足感 減少食慾 那我們人體呢 正常的狀況下 GLP-1會在 在腸道受到食物的刺激的時候分裂 但是它的半摔期非常短 大概只有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藥品經過調整之後呢 延長它作用的時間 就可以延長這個藥品 幫你抑制食慾 增加飽足感的時間 進而減少食物的攝取 減低你攝入的熱量 GLP-1的作用呢 會依照血液中的葡萄糖濃度而定 也就是說你的身體是會自然調整的 如果你是在高血糖的狀況下使用呢 它會降低到大概認常值 那如果是正常或是偏低的狀況下使用呢 對於這個激素的作用就不明顯了 所以比較少會發生低血糖的問題 但是即便如此呢 還是要依照正確的劑量去使用 認液的使用呢 可能會造成一些胃腸道的副作用 像是噁心噁吐啊 腹瀉便秘的問題發生 它的適應症呢 是用於體重控制 作為低熱量飲食 或者是增加體能活動之外的輔助療法 也就是說如果你已經吃的比較少了 進行低熱量飲食 並且有增加你的運動量 但是仍然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體重控制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個藥品作為輔助 那它適用的對象呢 是成人BMI大於30 或者是說BMI介於27到30之間 並且有一項體重相關的共病 例如第二型的糖藥病 高血壓高血脂等等 以每天3毫克的劑量治療12週 如果病人體重呢 沒有減少至少5%的話呢 就應該要停止療程 表示說它對於這個藥品的反應 可能沒有那麼好 那我們尋找其他的治療方式 這個藥品的效果呢 就是增加你的飽足感 減低食欲 讓你吃的食物比較少 攝取的熱量也比較少 聽起來呢 雖然相對安全 但是還是有一些族群是不適合食用的 比如說年齡大於75歲 或者是有重度的肝腎功能不全 個人或是家族有 甲狀性隨直癌的病史 或者是第二型多發性 內分泌腫瘤綜合症 對藥品成分過敏 甚至是懷孕、哺乳、被孕中 都是不適合使用的族群喔 減重比數的處方藥 不管你是自費還是健保幾部 都需要醫生的開力才可以取得藥品 如果你想要使用這類的藥物呢 請一定要到診所請醫生進行評估 千萬不能自行在藥局購買 也不要在網路或是來路不明的通路購買喔 順便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使用其他人的減重比 有些人自己打完之後覺得效果很好 不分享給他的家人、朋友 其實這樣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潛在的風險發生 所以千萬不要跟別人分享你的藥品 但在使用減重比的期間呢 記得不要搭配其他的減重產品 避免低血糖的作用發生 但在治療的期間呢 也要搭配正確的飲食習慣 覺得有飽足感了 就不要再吃東西 才能達到理想的治療效果 那要提醒大家 有些人在使用減重比之後呢 可能會有情緒低落或是憂鬱的情況發生 心理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有任何的不適 一定要尋求專業的協助 最後要提醒大家 如果藥品的使用上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任何副作用的疑慮 都可以再諮詢醫師或是藥師 正確並且健康的使用你的藥品喔 減重真的是一條非常漫長且辛苦的路 如果你持續減重都沒有獲得改善的話 也可以到藥局諮詢非處方藥的減重建議 找到最適合自己最安全的減重方式 讓大家... 大家錯幾次了 找到... 找到... 找到最適合自己最安全的減重方式 這句到底為什麼講得出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